还蛮困扰的 在高丛县有一名黄姓男子 跟担任袁警的邻居 好几次因为停车的问题 就吵起架来 这名男子指控 袁警以石头汽车的脚踏垫 砸了他家的铁门 吓得这一家人 甚至不敢住在这边 只好搬家 而警方的家属则是反控 是因为这名黄姓住户 常常会把看板放在大门口 挡住他们的车子进出 根本就是恶人先告状 拿着汽车脚踏垫的男子 是真姓袁警 为了把水洒掉 他竟然把脚踏垫 拍打邻居的铁门 碰碰的声音啊 很大声 很大声 因为他整个面是贴上去的 监视器录下的不止这一桩 画面上的妇人是原请的太太 牵着机车准备出门 没想到曾太太突然往前走 用机车撞邻居大门前放置的看板 更让黄姓住户气不过的是 警方一家人会把垃圾 丢在他的大门口 招牌就在这里 招牌就摆在一排 那很明显就是说 我根本车库就是没办法使用 就完全阻绝了 两家人的纠纷 从停车问题引爆 黄姓住户在家门前 用黄姓画出私有地范围 而警方家的车库 正好占据他的私有地 被控侵占 警方家水拿出了照片 指控黄姓住户先立了看板 挡住出入口 站帮放在这里很大 他就是只有留这个小门给我们 站帮 我算是小孩走到东西 站帮搓搓 站帮是搓 插到插到手 拼车问题让请林的两户人家 互看不顺眼 黄姓男子最近想卖房子 前方太太就张贴看板 要买房子的人三思 两家人最后闹上法院 黄姓住户选择搬家 远离是非 整理新闻记博士 许琼文 高雄报导 好